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张酷炫的显卡 就是来自万力最新的旗舰级显卡 Galindu RTX 5090 OC 新建 这有如跑车般的酷炫外形 相信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遗憾的是首发的RTX5090实在是缺货的可怕 连我自己也是在首发解禁后的一个星期才收到这张卡 因此也就遗憾的错过了首发评测的时间 那既然错过了首发的评测 我这里就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与篇幅 和各位聊聊这张显卡的设计与体验 包括了我是如何将这一张RTX5090从这样变成这样 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本次的节目内容 万力的这一张RTX5090 OC 新建 说实话整体的外形设计 对比其他品牌的旗舰级RTX5090显卡 我根本觉得算是有着自身的独特设计影员 显卡的三维在359mm x 145mm x 69mm 重量为2.6kg 说实话提及控制并没有十分的出色 只不过作为一张旗舰级RTX5090 我更在乎的是它的温度以及噪音表现 这部分我在介绍完显卡后会和各位进一步分享 显卡散热器采用了正面三把10cm风扇覆盖完整张显卡 并且支持风扇启停功能 散热器本身则是采用了10-8mm热管设计 并且还配备了均热板底座 覆盖了显卡核心与选存 尽可能达到更良好的散热表现 然后就是这一张RTX5090新建的特点了 RTX5090新建在显卡背部提供了一个名为DRS的散热系统 在显卡温度超出一定范围后 这个电机就会启动打开这三片导风罩 能让整个显卡的散热效率有所提高 温度相对比较低也会自动进行关闭 防止长时间打开后让显卡散热器内部更容易击灰的情况 只不过这个电机的声音稍微有那么一点明显 这里你们可以听听看 再来似乎并没有办法手动控制这个DRS的启动温度值 又或是完全手动控制开启或关闭 不过在我整个体验的过程中 大多数情况都只有在电脑开机 以及显卡高负载时这个电机才会启动 因此我个人觉得这个电机声虽然明显 但并不会真的让我感到烦躁 这个电机声所带来的影响嘛 我必须实话说这绝对会是劝退不少用户的主要原因 只能说这个设计确实非常创意 但同时这个电机声也一样扣了不少分 希望万力能意识到这个情况 日后做出对应的改进和优化 另一个设计是我个人觉得挺不赖的 就是它的灯光表现 万力RTS5090信件支持多种不同模式的灯光同步 其中就包括了雨主板同步 Windows 11的Dynamic Lighting 以及独家的声控灯光控制 特别是最后的这个声控灯光控制确实挺有趣的 只需要通过声控即可切换各种独立的灯光模式 甚至还能够切换成音乐灯光模式 以周遭环境的声音变换灯光效果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了 万力RTS5090信件提供了字母贴片 我能够在此处进行自定义的字母贴片设计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很像是我的定制款显卡了呢? 但只可惜此处是没有提供灯光透光的 以至于装在机箱内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是看不到贴片的字母 不过就算没提供灯光透光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部分的设计 毕竟就有不少人都误会以为这是一张定制款显卡了 大致和各位分享了这张万力RTS5090新件的设计与外形 接着就来看看它的性能表现了 不过在开始和大家分享它的性能表现之前 先来给各位看看这帅气的显卡 这张RTS5090是不是拍得挺帅气又好看呢? 我之所以能够拍得如此之酷炫 而得利于这款来自印记的Nano2多轴电动瓦魁 印记的Nano2是我用过多款电动瓦魁里 极少是同时具备集结的操作 以及非常稳定的运镜表现 首先就是它的稳定性非常高 即便是树下拍摄也不用担心 因重力导致云台出现抖动甚至滑落 完全能够做到稳定不抖动的情况 再来就是独家支持DJI稳定器实现联动连接 能够实现多方位多轴的拍摄效果 这一点非常独特也非常吸引我 然后就是打点操作非常简单又直观 同时无需依赖手机APP也能够进行控制 对于整个拍摄效率能够达到非常流畅且足够稳定 于此同时还能够设置最多8个关键帧 让华魁的运行轨迹能够有更多的创意性与独特性 另外除了能用常规的550-9000电池供电以外 还能够支持传统的DC供电以及展新的USB-C供电 搭配印记自家的这一款PD140W电池手柄 还能够做到即便是低电量下依旧保持满功率输出 除此之外你还能够结合印记自家的MocoAPP 来实现人物与物体的AI追踪 特别是进行直播拍摄时十分好用 其他功能包括像是延时拍摄 定格动画 微距模式 群情模式 以及多点目标功能 这些功能的使用感受都非常棒 对于拍摄效率也有非常大的提升 当然除了华魁和电池手柄 我这次也拿到了印记的130DNA超小是130W补光灯 130DNA不仅体积足够小巧 还具备了130W大功率使用更高的亮度 并且采用了最新的LED灯片 显色性高色彩还原也足够充分 搭配上自家的mini保容卡口 能够转接各种补光配件使用 同时还配备了USB-C口PT140W供电 搭配前面和各位介绍的PT140W电池手柄 带出户外进行补光也变得超级方便了 这些就是我能够拍出RTS5090酷炫画面的秘密 毕竟是RTS5090嘛 总得用最好的拍摄手法将它拍到最好看 在性能测试开始之前 这里也给各位列出本次测试的 硬件配置列表与环境共参考 在常规的3DMark跑分项目之中 这张非公版的RTS5090新件得利于更高的频率 跑分表现确实比起网络上 绝大多数的公版RTS5090 FE还高出一些些 同时我也参考了个别媒体分享的 万利RTS5090D跑分 确实和RTS5090几乎完全一致 但我觉得它的性能跑分并不是这次内容的重点 而是我前面提到的温度与照应表现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表现如何好了 先看看24TXXX循环压力测试的表现 在第24次循环测试中 核心平均温度来到了51.4度 显存平均温度为59.1度 整卡平均功耗则是254W 而最终的稳定性表现为100% 完全没压力 既然压力不够大 那么我来进行压力最大的24Spillnomon压力循环测试 在第24次循环中 核心平均温度来到了69.3度 显存平均温度为76.1度 整卡平均功耗则是卡在最高600W 最终的稳定性表现则是在97.6%刚好过关 了解完这张万力RTS 50950新建在不同压力场景下的温度表现后 接着来看看显卡本身的风扇噪音 我分别进行了30% 50% 65% 80%以及100% 转速下的噪音也是供大家参考 从噪音演示中可以发现这张万力RTS 50950新建的噪音表现还算不错 即便是来到了65% 转速下的噪音也定没有很夸张 而在大多数场景下 风扇转速一般都不会三个都超过65% 因此参考价值还是蛮高的 只不过它的温度表现部分确实不是很亮眼 但考虑到这是一张600W的显卡 罚热状况自然不容小觑 于是不如我们就给这一张万力RTS 50950新建进行降压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使用MSI Afterburner来进行降压调整 这里需要给各位提醒一下 目前的RTS 50系显卡是需要使用MSI Afterburner 4.6.6 Beta 5版本的 之前的版本是完全无法打开软件进行使用 在安装好最新版本的MSI Afterburner后 软件的界面也更新到最新的样式了 如果不习惯这个样式的 也能够在设定里切换回之前的主流样式 这里我也切换回之前的样式方便各位参考 接着我们可以点击这个Code Editor进行显卡的电压曲线调整 关于应该要使用什么电压以及频率 在我体验这张RTS 5090新建所得到 价位理想的甜点电压为0.9V左右 因此我在0.9V这里按下Shift加鼠标右键 从0.9V往右拉到底 然后点击选中的曲线使用鼠标左键往下拉 让0.9V处于最高峰值电压 接着回到MSI Afterburner的界面点击应用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0.9V后呈现一条直线的状态 接着就是调整风值频率 同样的以我这张万力RTS 5090新建为例 它的风值频率是能达到2750MHz的 因此首先同样在0.9V之上 按下Shift加鼠标左键从0.9V往左拉到底 然后点击选中的曲线点用鼠标左键往上拉 这时候注意左边坐标的频率值 直到接近2750MHz的时候 再通过键盘的上下键进行调整 最后抵达2750MHz的时候 回到MSI Afterburner的界面点击应用即可生效 接着就是存储该模式 方便日后的调整与电压模式套用 到这里整个降压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它的跑分表现如何 可以看到不论是传统的TANSPY X-Train 还是Fireside Ultra 甚至是代表光追测试的Port Royal 以及最新的测试项目 Speedway和 SteelNorman 降压后的RTS 5090性能并没有减少 反而有部分测试是更好的 那么接下来看看 20次循环压力测试时的温度 增加功耗也一样从平均254W降到了平均210W 最终稳定性表现依旧是100% 接着我们来看看压力更大的 SteelNorman循环压力测试 同样的在降压之后的RTS 5090 在温度和功耗也有明显的下降 核心温度从原本的平均69.3度降到了66.4度 显身温度也一样降到了74.8度 增卡功耗则是降到了536W 此时还能够看得到风扇转速相比起默认状态也降低了一些 进而也让噪音表现变得更低了 最终的稳定性表现则是超出了98% 当然除了跑分以及压力测试以外 大家其实更关心的还是实际游戏的表现 到底能有多少的影响 因此我这里也进行了三款游戏的实测 分别是黑色化悟空 赛博朋克2077 以及极限竞速地平线5 分辨率采用3840-2160 画质都是开到最高外加光追一并全开 并在三款游戏中个别进行了默认模式 以及降压后的实际对比 可以看到帧数的表现不论是平均震还是1%漏震 两个模式下的表现几乎一致 但温度和功耗就明显有变化了 温度的部分个别下降了4-6度左右 而功耗则是都下降了80W 整体效果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 从最终的测试结果来看 RTX5090确实是能够做得到在不损失性能的同时 通过降压的操作来减少功耗与发热 只不过从前面的测试结果来看 这次降压带来的功耗与发热减少似乎并没有特别多 那是因为我也只是降到价位填点和稳定的电压值 并没有进一步的去压榨它 实际上我确实是能进一步降到0.875V的 通过Steel Norman压力循环测试也能看到 此时的RTX5090只跑到了500W左右 对比默认是足足降低了100W之多 但反映到温度表现上 核心和显存温度的降温幅度 其实并没有比0.9V明显低出多少 考虑到作为教程分享 我还是不把电压降得如此的极致 因此最终才选择更甜点的0.9V来做演示 也因为如此 各位在给RTX5090进行降压操作时 一定要进行测试确保能够足够稳定 最后的总结 或许是我这一张万力RTX5090新界的体质 不是非常棒 所以最终能降压的幅度也就不是非常之多 但也可能只是我这一张的体质不够出彩 并不代表所有的万力RTX5090或RTX5090D新界也是如此 如果竟然能够通过降压时线略微降低功耗与发热 那么这一张万力RTX5090新界的散热表现 在我这里算是及格和过关的了 只可惜它还不够完美 要是能够解决电机声的问题 以及进一步的提升散热性能 那么这一张RTX5090 势必会是不少人的选购选择 当然前提还是要能买到 并且还是补一价的情况下 我并不鼓励大家加价购买显卡的 因此还是建议大家再多点耐心等待 RTX5090系列恢复供货的情况吧 至于RTX5080嘛 我只能给大家一个字 等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